白英男站在超商前原本看起来没有异状 没想到下一秒他却突然开始追逐眼前的机车骑士 吓得对方赶紧吹油门往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男子突然从人行道冲到马路上 手中还疑似拿着一把剪刀吓得被害人赶紧报警 但两天警方怎么说 目前已经掌握嫌疑人的身份 全案将尽速通知该嫌疑人到案说明 以理清相关的案情 事发就在10号清晨台北市北投 七里岸捷运站旁 当时被害人出站要骑车上班 结果发现这名白衣男一直跟在一旁 直到两人对看一眼 他竟然直接追了上来 情报后报循现调阅监视器 锁定这一名43岁的江姓嫌犯 发现他的户籍地在淡水 但却时常来北投 只是无缘无故竟然拿着剪刀 当街追逐不认识的人 不管是恶作剧又或者有什么企图 也已经造成附近居民恐慌 只希望警察能赶快抓到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